爸爸是在带生命給沒有人 現在我剛才不孫 還是剛才困難的事情 我就想說 是生命對我的一種考驗 我知道我在打甘露的時候 整天我跟我想說 愛在家裡 絕對不能在外面 只要我速度快 甘露自然就回到家裡 打到家裡 後來我才知道 外頭才是最困難 我都照顱目 顱目不知道要怎麼外頭 既然到國中要放手了 所以我也已經離開甘露 只要知道甘露打得好 只要知道你過得好 愛就夠 爸 陀螺跟繩子是分不開的 你知道我離開大溪的這幾年 有多希望能夠重新再被你拉回來嗎 好啦 咱不要再開口了 打開路是要哭練死的 今年拉給你死的 咱不要緊不應該拉過 嗯 那幾天 是我跟爸爸這幾年來 相處最密切的時間 我想起了小時候 跟他一起打陀螺的感覺 那種感覺很單純 很幸福 每一次我拉著陀螺繩子往前衝的時候 我都在想 要怎麼樣才能緊緊拉住這樣的幸福 我急著把每一個步驟都練到純熟 相信只要拉緊手中的繩子 我們家的未來 就會重新再轉起來 為什麼呢 誰還可以? 我留在香港